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ibonacci反弹50%就是在24000点 的确是试了很久超过一下但是又回了下来 然后这个每一天的上下坡动已经收窄了 不像以前都是上千点现在是上百点 可是今天是再度又一次冲上了24000点 下面就要看看你说的零不零或者是这个盘会怎么走 好 那我们再看到啊 在美国也有很多州已经宣布了解除社交距离 social distance 那我今天收到一个讯息是美国所有的州到现在为止 宣布这个shelter in place 有的是remain 甚至有一些州是要到六月多 还有一个州是到七月都要shelter in place 但是有的州现在已经reopen了好 那这个是州有州法联邦也管不了管不了 美国的石油的期货今天收盘暴跌将近要25% 这是很大的一个跌幅 那本周的市场重新关注财报的很有经济的数据 截至收盘到指上涨了358.51报24133.78 纳指上涨95.64或1.11% 报8730.16标普500指数上涨41.74或1.47% 是报了2878.48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earning 但是经济数据也不好 那技术呢 还有这个整个的基本盘有什么能够支撑 当这个盘现在又到了三大股指这么好的一个关口 您觉得这个情况是如何怎么解释 我想现在市场除了刚刚提到的经济跟这个盈利方面 最主要还是还是看这一个pandemic的发展的情况 也就是说在这个生命跟经济上面 很难抓这一个平衡点 到底是五月底开呢 六月底开呢 这个是非常很难做的一个决定 那是怎么开呢 开放的程度怎么样呢 所以今天市场的新闻也就是说 好几个州他已经开始 所谓的reopen 那 那Georgia最厉害啦 Georgia连那个tatooparo 刺青的管 或者是这个做头发的 他都这样也开了 所以他是比较先进的 连我们的总统Trump都不是很同意这样做 那他接下来 他上面的叫Sou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也算是开的 但是美国是五十个州 但是几乎都是连在一起的 你South Carolina开North会影响到什么 然后Georgia的下面Florida 又会影响到怎么样 这不知道 所以市场也是在抓这个啦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经济好起来 因为经济营业不好的话 这市场肯定很糟糕 可能会进入这个大萧条 那你开了万一 好了 现在说六月底七月底 美国五十多 几乎都开了 然后这个确诊人数死亡人数 突然一下子又暴增下来 那再摘下去的话 这是华尔街最不能忍受的一个risk 所以还是在生命与这个经济方面 要做一个拿捏 这是两难啊 所以生命 看样子今天股市涨得这么高 大家是认为经济比生命还要重要 并且在bet 生命可能不会消失的太多 他们是希望这样子 最乐观的情绪是这样子在看 所以今天股市才上涨 今天是乐观的 必须是要开经济会好起来 我们不会掉到大萧条 这是一种华尔街的新困 但是但是刚刚讲的 就是很大的risk 就是大家开了以后 认为经济好起来了 我们要rebound了 结果疫情又来 然后又重关 那就就很惨 今天的英国首相 Johnson他出院以来 第一天full time的上班 他就马上出来讲了话 我觉得这个 他今天讲的话 我觉得比较有分量 他就把一语道尽 全世界的人的心里面的恐慌 以及盼望都讲出来了 他讲的话 我觉得有时候讲话 不要像纽约州州长长篇大论 讲跌跌不休 像Johnson这样讲 切中要点就够了 好那疫情之下离美国的大选 只剩下六个多月了 选战还会热起来吗 我想这个是难免的 你看川普每次出来 几乎每天出来五六点 东部时间做briefing 事实上他脑筋里面 虽然一直讲的是疫情 脑筋里面从来没有忘掉的 就是六个月以后的这个大选 那当然了 现在很明显的 已经是川普对这个拜登 这个最后的决战 那政治上已经开启了 借着疫情来搞选战 现在可能这么说 因为比如说最近好多州 有这个保守 也就是共和党保守派的联盟 来发起的 就是说反对这个 这个lockdown 反对 然后国籍拿出来 特朗普的军席拿出来 类似这些 虽然针对疫情 针对经济 我们要顾经济 还是顾生命 这些的争论 但是事实上就是政治 事实上就是选战 已经开打了 所以很快的 本来说才有十个月 现在剩下六个月 就要选取 我想这是一个 很精彩的戏 这个结果真的 入死谁走不知道 过现在的这个 报告一下 这个Paul Paul还是 除了那个 这个Chin Trump的这个Fox 说是两个平手 42对42以外呢 其他大概都是 拜登赢6至8个percent 如果你分州来看 佛罗里达也是拜登赢 Pennsylvania也是拜登赢 那一向是 共和党票仓的Texas Trump也在赢5个百分点 所以我想半年以后的 这个大戏还是很好看的 嗯 作为川普来讲 对于他的使命 就是要连任成功 这个他不会忘记 他也不能忘记 他做的 没有一声一秒忘记过 任何人在他的position 也不应该忘记 这个是没有错 那通常来讲 如果经济搞得这么糟糕 疫情也不见好转 这一任的总统都是 连任都不大可能成功的 对不对 对他知道这是心知肚明的啦 如果说我们经济这个 盈利啊股票崩跌啊 经济数据很差啦 然后失业率听说估计 可以到24 25个percent 这个的话对他的连任 几乎是可能性已经不大 但是他就是要挽救这个局面 他就是不能让这个局面发生 美国财政部还有联储局 通通都已经释出了 前所未有的 这个救世的金钱方面的援助 还有这些方案 好像层出不穷 根本就没有一个顶 还没有结束 这样子大量印钱 虽然美国的特权是 美国的政府可以自己印钱 别的国家没有这个privilege 你对于这么样大量的释出 这个经济援助 有没有一点隐忧 当然啦 这个本来没这个疫情 美国的国债已经相当大了 什么QE啊 这个这已经非常的沉重 对将来美国的这个quality 一定有很大的影响 那何况这一次出来 Federal的财政部中央政府 全部几乎是all in 全部筹码全部推出去了 那这个推出去 现在只能这样子来 我们现在也没办法去 去这个考虑这个后果 五年十年以后的后果怎么样 现在只有all in 然后到时候 也许几年以后 副作用出来 我们很难很难讲 美国的美元的地位 美国的整个经济的品质 还有这个物价 这个都是以后再考虑了 但是我们现在 先把生命 今年最大的目标 就是保命就好 好 OK 经济崩溃的数据 真的会慢慢的就要出来了 那第一季度的GDP到底会负多少 那我在上个礼拜看到的是说 第一季度的GDP会负12 那您这边的消息怎么样 对 现在基本上大概也就是看 有的7有的8 但是比较普遍的看法是12 那有的人也说6.8吧 因为中国刚出来 前不久出来的GDP是负6.8 那我想美国大概也就差不多这个数字 我的猜大概是负9 9跟10之间 9.8左右 大概是这个数字 GDP成长是负9或负10 这个你听过吗 以前有经验过吗 我出生之前发生过了 那就是 1932年那一年 从1929这个大萧条 一直到最惨的一年 美国最惨的一年 1932年是负12.9 那我们这一次就拼看看 看今年整年会怎么样 当然我现在讲的12.9 是整年的 我们现在到的就是说 第一季度的 第一季度的 所以整年不一定会负12.9 但是如果用比照参照的话 如果到12的话 也就逼近1932那个12.9 我们1932年以后 都从来没有什么整年GDP是 甚至一年2001年02年911 那个2001的GDP 还有一个percent成长 02年有1.7 然后2009这个金融海啸那时候 最差那一年也是负2.5而已 所以疫情是unprecedented 前所未有的GDP这么低 在这个generation也是unprecedented 也是没有见过的 实在是 好惨这种事情也被我们赶上了 好 接着呢 我们要来看看季报 季报的问题到现在 已经大量出炉 尤其是这个礼拜 重量级的高科技 还有财经 还有能源方面都出炉了 我们等到寄完工商资讯回来以后 告诉大家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疫情突袭 人生怎能没有plan B 退休计划如何做到保证年年无下跌 三合一年金收入领终身 长期护理五年领双倍 重大疾病 慢性病 生前福利不能少 万富理财一望瑶 十年蝉联全球保险业 百万元桌顶级会员 荣获三十多个大奖 一望瑶 一定为您设计最佳的退休方案 888-835-0698 888-835-0698 masterlifefinancial.com 李伟老师结合东方命理 紫薇斗树和西方灵学 阿卡西记录 从天理循环的规律 为您检视个人的生命地图 帮助您面对问题 迎接挑战 进而计划未来 把握自己的人生 达到灵性成长的目的 咨询请致电408-458-0868 408-458-0868 458-0868 学校停课 孩子在家 学习中文最适合 Pondi线上中文充电班 一个梯次三星期 每周一开课 现在报名招生 邀朋友同班上课 学费最高享五折优惠 报名网站 2020.pondi.com pondi是 Pondi 2020.pondi.com 货质店 408-800-7798 408-800-7798 询问详情 全美最大雅一人寿保险 总代理范宇集团 再创夹击 除2014到18年 高雅全美销售 No.1 19年荣登 Global Atlantic 全美销售No.1 Allianz 全美前三 连续十年 Columbus Life 全美销售No.1 范宇集团 一站式 Wells Management 现成家族办公室 女财富管理 税务咨询等 全美十周二十七间办公室 范宇用心 让您安心 湾区请洽 888-831-8868 MaxRail Cupertino 已超过十年的专业诚信 预满湾区 众多银行 最佳利率 Direct Lander In-house Funding MaxRail 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Rail 有经验丰富的 Long Process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lose Deal MaxRail 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 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Rail Cupertino 请下Vila王 408-307-5056 408-307-5056 董燕洁 地产经济 硅谷从业十八年 诚信认真 使命必达 650-867-1248 650-867-1248 867-1248 DRE No. 01377923 房屋贷款利率的持续走低 让每一个homeowner 都有机会申请到 更低利率的贷款 Long On Time 贷款公司 提供给您最快捷的方式 帮您了解市场利率走势 并及时提出申请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 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哎 汽车和房屋保费又涨 听说法语可以升很大 贷先生 一年减少45% 省了957 嗯 这省很大 网泰 一年减少38% 省了2416 哦 这怎么新品的 吴总 一年减少53% 省了6033 为什么太大了 饭宇省很大 因为代理40家以上 A级房屋与汽车保险 迅速多加比较 拿到最高折扣 饭宇真的省很大 888-831-8868 找饭宇省很大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闫博士您好 大家好 好 从明天开始 礼拜二开始 又是本周的企业季报 最蓬勃的时候了 不管是Microsoft啦 Google Apple等等 ExxonMobil 还有Shefrance 都是这个礼拜 要报业绩 So far so good 看起来是蛮不错的 但是美国的季报里面的公司 现在申请PPP 就是Payroll Protection Plan 也高达200多亿哦 对 现在比较担心的 也许华尔街还没有 紧接到这些 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个趋势 这个earning是比较令人担心 这个最有名的FactSet 它的估计是第一季度 是负15.8% negative 15.8% 这是自2009年 第二季以来最差的15.8% 那时候是26.9% 那我们知道这半年来实在是 这个变化很大 去年年底估计 这个第一季度是成长4.3% 甚至于在三月底的时候 台资认为是会 只会negative 6.8% 但是现在看起来 好像必须负15.8% 如果照这个趋势下去呢 也就是说 股票纵使它不怎么走 但是你只要这个估价降下来 你p就提高了 所以这个对股票影响很大 我们举个例子 一个月前 我记得一个月前 在这里算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这个p是15.5% 为什么15.5% 因为那时候股票一个月前 当好崩盘在最下面 然后那时候的估计又没有调降 那经过两个礼拜 又再两个礼拜 它股票上来了 但是这一个估计的盈余拉下来 这么一来呢 p就高下来 所以一个月前 我们在这里报告的时候 p是15.5% 然后到 这是我们一个月前的估计 然后两个礼拜以后呢 变17.3% 15.5%变17.3% 那今天呢 又经过两个礼拜 是19.1% 哎呦 又已经超过18了 对 我们知道18是警戒线 所以华尔街好像对这个还没有反应 或者是认为说没什么差 这个我现在讲的只是一个趋势 如果趋势继续走的话呢 那不是股票也许守在这里 那你赢又再把它给滚估 往下估的话呢 那赢又不就超过20了 所以这是比较担心的 这将来一定会有反应的 除非这个营业 surprise surprise 没那么糟 嗯 对 听众朋友 我就认为您听得懂这个事情了 就是这个价值 还有标普500的指数 同时都改变了 所以情况呢 并不见得好 可是这个forward looking的PE值 也已经超过18 也是很令人担心的一件事情 可能现在要让人担心的事情太多了 大家就还没有讲这个事 对吧 好 那我们再看到季报的盈余 最近我又看到这些访问 我现在觉得Fox News啦 CNN在访问Microsoft的Bill Gates的时候 我觉得不要牵涉到政治里面 就作为一个虽然是创业的人 但是现在全心全意要投入 这个病毒的疫苗的研发啦等等 以这种心态来做演讲 我觉得这个表现还是令我非常的欣赏 然后看起来赏心悦目 然后心情也没有那么恶劣 是的 是的 他昨天接受CNN的访问 他就把真实的事情讲出来 他说你现在说怪中国 cover啊什么东西 这是distraction 引导我们的注意力到政治上去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 testing啊 treatment啊发展疫苗这些 他讲得非常中肯 访问不到几分钟非常中肯的 对对 那那个记者还问他说 那你觉得现在Microsoft的股票的价值 到底怎么样 请你来评估 他还说 他对于任何公司的股票的价值 他现在并不是专家 他是全心全意都在讲要如何的发展疫苗的事情 对不对 是是是 蛮好的 好 那现在呢已经是4月27号了 严博士马上就要到sell in May的时候 在2020年sell in May有什么样的意义 对sell in May我们每年都会谈到sell in May 也就是说4月底4月30号把股票卖出 然后这个哈利文以后11月1号再买买回来都是基于这个理论 我们每年都都谈的 那这个理论是是是是对对的 因为你过去70年以来 股票涨的这些几乎都是在好的那半年 好的那半年就是说11月1号到4月30号 这这这半年涨了 另外那半年 呃一万块现在也大概涨出一千多块而已 所以几乎是那半年 所以才有这个sell in May的这个这个 这个看法 但是现在sell in May是不是我们已经miss掉了 因为呃不用不用sell in May应该是sell 呃munch还是 对所以我们是不是来不及sell in May了 那呃呃我想也也也也对啦 因为在在这个时候呃市场很低 那可能也许会更低啊 两万一啊一万八回到一万八 这个都有都有都有可能 那市场sell in May也许就是不一定sell in May 就是sell everything 也有可能sell everything变成变成对的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意义比较重要 也就是说在好的那半年 应该好而变坏 这个情形呢 从历史上来看 never fail 应该好的变坏的 那前面就是很糟糕的 那这个从去年11月1号 到今年4月30号过过几天 这一段时间应该好 结果我们搞得很烂 所以前面的路途啊 照sell in May这个理论的意义来讲呢 前面的路途是坎坷的 哇好现在什么是坦途啊 我们待会挑几个股票 来请严波士解释一下 有一些现象啊 这种悲观的现象 好像在几只股票里面都没有什么看到 好sell in May的真正的意义 那我们也讨论过了 呃记得原油在上个礼拜 也是因为原油的期货到期的前一天 就发生了一个非常离奇的事情 就是原油期货已经吹的是负数 那这个情况呢 我们也讨论了两次 在我们的电台节目里面 就是存油的storage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看涨原油的人 他不能够把这个油 真正自己吞下来 他就用赔钱的方式 请人家收回去 所以造成 请人家收回去 所以造成负数 但是这个情况呢 在过了齐全到齐日 稍微好了一点 可是每一个月 都有一个齐全到齐日 六月份又会怎么样 这个negative的情况 是不是会重现 那今天又下跌了25个percent 这么疯狂 到底要怎么办 呃对 我们一直讲说 甚至于Wallon Buffett也讲了 他活了差不多90岁 他说 他以为他什么都看过 但是还有像这一次情形 他没看过 那十一五也是一样 可能有的人做十一五contract 做了半世纪的都有 他我想他这一辈子 没有看过这个 negative的情况 所以我们这两个月 真的是大开眼界啦 那现在回到十一五 十一五上个礼拜一 那个十一五是在contract 在expire前一天 大家不要了 不要的原因 周小姐提到了 就是说我没地方摆了 我不要了 航空公司也不要 还有其他一些需要 需要水油的人也不要了 根本没地方摆 你知道现在世界上 有多少tanker 就是水油的这个 油轮啊 在海上啊 本来要卸货 他没办法卸 他现在就停在海上 满满的整个 太平洋大县 满满的tanker存在那里 所以他没办法 没办法接受delivery 他只有说 拜托我给您钱 你 你把它拿走 你不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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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對,那現在今天盤後跌了25%,盤後在亞洲現在開始做了,也在跌,所以現在差不多只有剩下11塊多,這就是講6月份的Country,JuneCountry剩下11塊多,那Expar應該是5月19,所以我們有好細看,5月19的前一天大概5月18,我不曉得星期幾,在這個時候可能也會發生同樣的現象, 我不認為在這個月,5月有一個好處就是減產,減產他們OPEC Plus拿出來的,但是你減產,你雖然減產,我認為不只是減產970萬,我認為現在那些production company應該完全停產,完全停產一個月來消化,但是他們有他們的說法,我問過他們的專家,他說停產是非常一件, 痛苦的一件事情,嗯,好,5月18號是禮拜一,所以我們就要看14號15號的原油的起火的價格,嗯,5月18號是禮拜一,呃,現在剛剛看到消息,石油已經掉到5塊了, 哦,已經掉,哎呦,好好好,OK,那其實我覺得因為現在是shelter in place,電視上面很精彩,但是我們居住在美國的中國人,有這個優勢,就是看全球的情況,那我呢,不知不覺呢,我就看自己已經訂的,這個中天的,呃,中天還有東森,東森有一個節目是 李寶森主持的,哦,那個節目裡面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他就把太平洋上面的所有的郵輪的那個航空母艦,那是不是叫航空,反正就是郵輪,這麼多艘,他們是空拍就拍出來,還說這些船是幹嘛的,絕對不是戰船, 而是都是原油的,他沒有地方停,因為停下來,就沒有地方,對,油 tanker,所以他就在海洋上一直飄,一直輪流,就是這樣一直游走,游走,哇,看一看這個節目也挺有趣的,然後昨天晚上我又看了一個劉,劉秀燕,盧秀燕,劉秀燕,他的兩岸,兩岸中國情的一個節目,他就把coronavirus,就是說一個人, 接觸到了以後,在引,就是還沒有發作其,在身體裡面的變化,到發作其身體的現象,等等,講的一清二楚,還有我這個人在家裡一邊看,一邊心理作用說,哎呀,我現在怎麼了,哎呀,我現在怎麼了,就有這種很恐怖的心情,油然而生,這也是,看了好慘啊,是不是,就一直想,大家都有這個,這個,隱憂, Syndrome,Syndrome,啊,對對,太,anxiety,還好沒有attack,但是真的是蠻可怕的,好,道瓊,您認為兩萬四肩鐵還是一個很重要的阻力點嗎? 對,我們差不多講了一個月以來都這樣說的,就是說我們在跌到一千八的時候,開始微型反彈,我認為會到兩萬四,而且兩萬四是一個很重要的點,能不能突破,那事實上沒錯,這三個禮拜,幾乎都在衝這個兩萬四,為什麼兩萬四呢?剛剛周小姐提到,也就是說這個,從最高跌到最低, 50%的retracement是在兩萬四,而且50天平均線也在兩萬四,而且第三個原因也是24,因為跌到18,上面21,現在24,我們講過這些,這些number, 所以我們還是繼續看,這個兩萬四,他到底怎麼增戰這個兩萬四,兩萬四過去,當然就會到兩萬五以上,兩萬六,這是比較樂觀的,如果兩萬四一直衝不下去,又掉下兩萬三之下呢,可能就必須再去挑戰那個,上一次一萬八的地點 二次探底,好,好,謝謝嚴博士,哎呀,好,希望大家還是盡量要先放寬一點,因為worry doesn't bring you any good 是的,韜光養晦比較重要,好,下次我們來講文學吧,好的,OK,謝謝嚴博士,那我們下次再談,拜拜,好,謝謝 聽眾朋友,我們今天上半場談股票的時段,就已經到此結束了,我們進段廣告,訪問貸款的經濟降馬,來看一下最新的貸款的變化,也值得大家聽,不要走開,馬上回來 GMCC萬通貸款銀行擁有九家分行遍布南北家,專業高秀的運作,靈活多樣的貸款方案,與一百多家Lending Resources合作,即使Jumbo Loan都可以In-house獨立審核批准,放款可至2000萬,為顧客提供最專業的服務,最優惠的貸款 4月份Cupertino、Fema和Burlingame分行都會定期舉行Webinar網路開放日,指現貸款經濟,必須短信650-996-1982,650-996-1982預約 疫情突襲,人生怎能沒有Plan B,退休計劃如何做到保證年年無下跌,三合一年金,收入領終身,長期護理五年領雙倍,重大疾病,慢性病,生前福利不能少,萬富理財一望堯,十年纏連全球保險業,百萬元桌頂級會員,榮獲30多個大獎一望堯,一定為您設計最佳的退休方案,888-835-0698,888-835-0698,masterlifefinancial.com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財顧問,在她十多年的職場中,盡心盡力地為個人公司及團體做財務規劃,Helen Ho是資深broker,代理上百種產品,為特別的您制定適合您的理財大計,請致電Helen Ho,650-678-0718,炸彈詳情,會比博士算對了,貸款利息又降了 Conforming Loan,30年固定3.375,15年固定3.0,Super Confirming,30年固定3.375,20年固定3.25,15年固定3.0,Super Jumbo Loan,30年固定3.25,10年ARM,3.125,7年ARM,3.0,绝对省钱,无任何隐含费用,精算子算的妙,贷款做得快又好,省钱省心梦里笑,请速店510-353-0855,510-353-0855,或gingerloan.com查询 细古华人电台各项节目,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您只要搜寻SVC Media,或是细古华人传播公司,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GNMCC万通贷款资深贷款经济降马,凭借丰富的贷款经验,专业的知识,真诚服务广大客户,提供各种贷款方案,帮您实现买务梦,降低利率,更帮助了客户实现投资的梦想,约约一对一资讯,请致电降马408-858-3198 GNMCC4月退出51万以下confirming贷款重贷利率,30年固定自住房3.25APR,投资房3.875APR,无任何费用,请致电降马408-858-3198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财经天地,贷款的时段降马时间,江你好 张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在今天2020年的4月27号礼拜一来给我们讲一下 现在贷款的这个行业的一些新的改变 然后我们再提出几种现在比较有一点优势的这个贷款的利率的program好吗 好的 好,现在给我们来讲一下最近有什么改变 最近呢,其实如果你是资助房呢,重新贷款或者cash out refinance呢 这些利率都还不错 比如说,如果你资助房各方面都很好的话 是controll minimum51万以下的30年固定的利率呢 都可以做到比如说3.1258 这些都是nopor,nopor,nopor,3.125APR 如果你做15年固定呢,现在基本上像今天的利率的话 基本上就是可以做到2.875 2.875啊 是,这是15年固定的利率 当然如果您是比如说张伯隆啊 就是51万以上的话 基本上利率不是很好 但是呢,我可以建议大家,如果你是张伯隆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比如说5年的arm啊,我们基本上可以做到3.375啊 这样 听起来John,这些利率都不高啊 都不高哎 对,其实这是属于像Feddy Mac或者Feddy Mac的利率也都还好 其实刚才我说的是资助房了 当然如果你是有投资房的话 如果refinance的话 30年现在,比如说像今天的话 也可以做到3.75 嗯,嗯 其实是真是蛮好的利率 当然呢 这些是属于好的情况呢 就是不好的情况呢 比如说张伯隆的话 现在的大部分的银行呢 他们的guidline都比以前更加的紧 然后呢,尤其是投资 如果你做投资房 cashout的话 现在的话 就比较不好做 就是 因为refinance 他们把钱都 就是 拿的比较紧吧 就不愿意 不愿意 放钱出来 但是呢,即使这样呢 我知道就是现在投资房 cashout 比较不好做 但是呢 我们还是有一些program 可以做 比如说你是 不管你是51万以上 或者51万以下呢 我们也都可以做到 比如说 4.5这样的 嗯,嗯 好像是因为中国人里面 手头里面 除了自住房之外 有投资物业的人相当的多 那还是有一些投资的物业 他们现在的贷款的利率 都在4以上 我觉得好像在前一阵子 他们都酝酿说 哦,要准备好document 要把投资物业的program 最好利率要降低 可是没有这个消息 没有好这么久 然后利息碰一下子 就上去了 就都又再度回到了4%以上 这个还是现在的情况 对 现在还是这样的情况 而且 嗯 像现在的话 基本上 你如果做 如果从投资房里做cashout 现在的选择也比较 比较少 而且即使有的话呢 嗯 比如说现在大部分银行 你做cashout的话 基本上 它限制到60% 就不会超过 很少 很 很难找到银行说 做投资房的cashout 能够做到超过分之60 这样的 这样的方案 更好的投资 嗯 所以现在也是 谁都是一样 连lender他要借钱给人家的人 他也认为cash is king 所以您也是觉得 大家手上应该有一些 储备金 现金在手上 如果房子里面有equity 就把房子里面的钱拿出来 然后呢 准备 有好的机会就下手 哎 这个好机会会什么时候来临啊 是今年年底吗 还是明年 我想今天年底 大家就应该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好的地方 实际上 实际上我自己也是 也是做一些房地产投资 我现在其实就是开始看 官区的房子 大家可以去开始去找一下房子 现在呢 可以 其实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好 就是说 不是说比较好 至少就是说可以打平的 这样的 这样的投资房 打平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买一个投资房 25%首付 然后你所有的这些费用 和你的租金 基本上可以打平 那就已经很好了 对 对于 对于湾区的房子来讲 这样是 这种情况其实以前很少见 简单的说 就是说 以前在湾区觉得自己买不到 好的投资房 因为都太贵 就要跑到老远的地方去买 现在可以不必跑到太远 在湾区就可以渐渐 找到这种好value的 investment property了 只要贷款有把握 没错 我相信 我相信 像比如说下半年的话 这样的机会 肯定会越来越多 所以呢 我倒是真的 我有很多客人来跟我打电话 都是建议他们 你要 你要 请一些现金在手里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买 可以 就是说有这个钱 可以让你去做这样的投资了 嗯 好 这样 那屋主自住屋做 cash out 是没有问题的 嗯 是不是 对 是这样的 如果 那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自己的条件 是快递score啦 或者是工作啦 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有资格 借到比较好的 cash out 的存贷呢 嗯 其实呢 如果你 其实现在比较好的 cash out 的利率 基本上还是很多 就是51万以下的贷款额 所以如果你房子上 如果还有空间 可以拿到51万的话呢 我都建议客人去做一下 嗯 因为如果你 啊 公土 value呢 不超过60%的话 就是 cash out 的利率呢 和那个 啊 就是 refinance 的利率 基本上没有区别 刚才我说了 你如果30年固定 refinance 的话 3.125 但是你做 cash out 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3.25 这样30年固定 而且也是 也是没有费用的 这真是蛮好的 蛮好的 program 当然 嗯 有一些 就像我刚才也提到过 如果你有 你投资房呢 上面有 equity 啊 真的有低少的银行啊 就是有个别的银行 他们还是可以做到 比如说你 cash out 到60%啊 即使张伯龍的话 也可以做到 middle four 当然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自己需要 付一点点 呃 费用了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 能够拿出几十万 然后付 你两个分成块钱 多那 cost 啊 就是也是蛮值得的 嗯 谢谢你的分析 那我们今天在架码的时段呢 是欢迎听众朋友 把您的心里面 啊 就觉得这个贷款问题 怎么解决啊 那自己的 呃 问题呢 都可以 我们可以在空中为您回答 主播室的电话是六五零 九六八 两千 啊 这个是关于贷款方面的问题 我认为 任何人 除非很单纯很单纯的情况 每一个人呢 要想要买屋 身份问题啦 快递过啦 或者是工作的经验等等呢 或者是重贷 您心里只要有疑问 都欢迎您打电话进来 那么叫马就可以在我们空中的时间 替您回答 现在到了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 接着回来以后 我们仔细的谈谈 cash or refinance 自住房 投资房 还有现在应该准备做哪些工作 好那我们现在先进段广告 马上回来 这样请稍后啊 好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资深贷款经济张力清华本科 通过经济发展趋势 分析利率动态及未来走势 理财顾问7-2 讲习一种成功退休理财企划 提前退休多倍收入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 James Jean 介绍优质贷款项目 公司业务发展扩大 需广招人才 5月2号3号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老公啊 我出车祸了 怎么办呀 啊 你没事吧 上次我哥哥出车祸以后 听她说 找重姓律师事务所的翁锦山小姐 她们有20多年的经验 会为客户联络医生保险公司 最后啊 还向对方保险公司 争取了一大笔的赔偿啊 好 那我马上就来找翁小姐帮忙吧 重姓律师事务所 24小时为您提供车祸法律服务 请电翁小姐 415-269-1803 415-269-1803 全美国房地产销售冠军 德利杨团队请勤奉上 168 Louis Lane Palo Alto 全新装修现代风格豪宅 4060平方尺 11550平方尺占地面积 要价700万 839 Darshaway 326 新洛城现代风格住宅 4房3.5位 2709平方尺 7564平方尺占地面积 要价300万 详情请致电 650-522-0288 650-522-0288 650-522-0288 好消息 GMCC推出低利息贷款计划 小额贷款30年固定3% 15年2.625 71ARM 2.75 Jumbo Confirming 30年固定3.25 15年2.875 71ARM 2.875 Jumbo Loan 30年固定3.375 71ARM 3% 请速电资深贷款经纪张力 408 3159470 408 3159470 或微信联系L1113591 L1113591 好消息 好消息 湾区著名南湾过敏及笑喘专家诊所 在中半岛红木城开第四家分所了 由医学博士徐安林领导的医师团队 为广大过敏 哮喘 食物过敏 巡麻疹 湿疹 免疫缺失等疑难病人 结成服务 治疗经验丰富 盛河西 山景城 Los Carlos三家诊所 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 红木城分锁地址 100 Art Street Street 2 Rail City 四家诊所总预约电话 408 286 1707 Gugan Max Real 邀请您加入地产贷款团队 Gugan Max Real 在地产和贷款领域双双业绩显赫 专业的培训帮助您在地产和贷款双丰收 请来电408 720 6800 408 720 6800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和丰富的房源 五湾区深得客户亲爱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 720 6800 408 720 6800 GMCC 万通贷款资深贷款经济账码 凭借丰富的贷款经验 专业的知识 真诚服务广大客户提供各种贷款方案 帮您实现买屋梦降低利率 更帮助了客户实现投资的梦想 约约一对一资讯 请致电账码408 858 3198 GMCC 4月推出51万以下 confirming贷款重贷利率 30年固定自住房3.25APR 投资房3.875APR 无任何费用 请致电降码408 858 319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现在到了我们贷款的时间 江马他要来跟我们讨论 现在的贷款的条件 还有这些情况的变化 我们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 那他说呢 他这是一位男士啊 他说他的工作 江你在哈 嗯我在 好好 请听他的这个问题 他说他是一个工程师 工作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满一年 他是OPT的status 明年2021年才会抽H1B 有没有贷款的资格 如果有的话 他的利率按照现在的情况 大概是多少 他希望 就是说需要当配 是要多少的当配 需要提供什么文件 这是他的问题 好 这个好像问题 要打起来还还还蛮长的哈 好 OK 其实很简单哈 首先呢 这样的客户呢 做贷款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对 没有问题 这样的客人呢 像我们管他叫 就是他有EAD卡 然后呢 只要EAD卡 还在有效期之内 我们就可以做 这种像这种控制命中啊 high balance啊 都是一样的 就是和Citizen啊 或者你H1B 或者Green Card 都是一样的 利率也都是一样的 手付的要求 也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张伯隆呢 那并不是每一家银行都接手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这样的托管 你都是可以做20%手付 只要你那个 你有EAD卡 你肯定是有EAD卡嘛 当然我们会需要你的 就是我们的具体的要求 就是需要你的户主 出一封信说 他们会 sponsor 你H1B的application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 就可以了 对 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哦 听起来 并不是一个什么难题啊 就是顺着这条 已经可以 规范好的一个条件 还是可以申请 那它的credit score 影响大不大呢 嗯 credit score呢 就是如果你张伯隆的话呢 它会有一些 有一些影响 当然要看 我们要看你具体情况了 如果你是做这种 confirming 或者high balance 你只要信分数 720啊 或者700以上啊 都可以的 嗯 都没有问题的 嗯 好那我希望这位杨先生 在radio前面 已经听到这个答案 好像你越言又止 还没讲完 它的solution 是吧 对 实际上是这样啊 就是说 有很多人都是觉得说 啊我我这个 implement没有两年 就是实际上 并不是那样的哈 我们都可以 呃我们可以把你的学生当作 就是说你上学的这个时间 当作你的implement history 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 你上学上了两年 然后呢 呃上完学你就OPD工作 比如说工作了 嗯 半年或者甚至一年啊 这样都可以 对 我们都可以count 你两年 只要中间没有gap就好了 OK OK 这样听起来还是非常borrower friendly的一个程序 并没有翻天覆地的一些改变 这倒是好消息 OK 那现在听众朋友呢 有一位路小姐 她也打电话来 她说 for她自己的personal的question 她是一个拿1099的人 她一点W2都没有 1099 但是她 这么久以来呢 她已经做 现在她这一行的生意 已经做了有20年的历史了 那所以大概是1099 拿了20年报税都报的不是太多 那但是她最近有一些情况 所以她必须要做refinance 对于这样 哦对不起 她说她的房子是超过100万 她现在的loan的贷款呢 是不到50万的 是under50万 这样子要做refinance 在现在的环境之下 她要走哪一条路 呃 现在的环境 基本上你就是要做 查收入的贷款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联 你可以联系我们 或者联系你的贷款经纪 他们会看你的贷 就是因为你是1699 所以我们就要看你两年的type rate 对 基本上就是我们有一套专门 算你的收入的办法 就看你 我们需要看你的tech return 去算你的收入 只有收入够的话 才可以做这个领险 哦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硬碰硬了 对 像 呃 就是说 嗯 像以前的话 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有那些 一年的tech return program啊 或者有一些专门为自雇人士设计的program 现在因为 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 所以呢 这些program基本上都是停了 基本上你在市场上 你不太能够找到这样的program 情况要恢复的话 可能也要几个月哈 等到局势平稳下来 lender才肯放心的贷款啊 对 对于投资人来讲 他们都是要看到一个certainty 就是说他们整个market它要 它要稳定了 它能看出future是怎么样 它才能够有信心把这个钱拿出来 所以目前我想可能短时间内 这种program 但是不会 不会恢复的了 好的 好 这个是回答了两位 一位杨先生 一位陆小姐的问题 如果您还有 哦 任何的 关于贷款方面的问题 欢迎您 现在还是可以打电话到 650-968-2000 650-968-2000 我会很仔细的把您的问题来问John嘛 好的 John 那现在我们再讲一讲 自住房的cash out 我们可以拿到什么样的条件 您这边只有写no point 但是有cost 是不是 请仔细解释 对 其实自住房 刚才我给大家报的 这些利润 都是没有 没有point 也没有费的 当然那是指 就是说 51万代盘以下 当然 一般51万以上呢 我们都当做张伯龙做 如果你是住房的话呢 可能会就是大概cost 3000-4000之间吧 嗯 ok 好 3000-4000之间 这个是cost 如果来评估一下值得的话 还是要走下去 这条路 好 我们另外一位朋友 嗯 我看看 他是写wechat过来 他这个问题 是说 投资物业 他这个投资物业呢 他说都是 啊 positive 的cash flow 只是 嫌 贷款的利率 比较高 他说他现在的贷款利率是 4.75 那像他这种情况 他说他又有W2 又有拿1099 有没有比4.75% 还要低一点的 小于50万的贷款 的program 呃 我不知道这位听众 刚才有没有听到 我们开始的广化 实际上如果你51万以下 你收入什么的都没有问题的话 像今天的利率投资的话 我们都可以做到3.75 no per no pay 哇 这么好 对 对 对 其实真的 我想这段时间去谈一谈我们 我们的purchase 其实呢 我们公司在purchase 这方面也是很强的 尤其现在的话 如果你贷款额都是在confirming 或者high balance 弄啊 这些 我们都是 high balance 像76万5 其实也是蛮大的 弄而弄的了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都是 是 啊 做的蛮好的哈 因为我们自己是 呃 我们自己放款 然后自己审核这个贷款 我们然后把这个贷款 直接卖给 Fanny May 和Freddy 所以呢 首先呢 我们这些program呢 呃 就是审核的速度 快 像我有一个 最近有一个purchase 基本上就是 呃 今天拿到purchase contract 然后我当天就帮他setup 然后第二天 我们就寄给end director 然后呢 第三天就approved 还是这么快啊 是 是 而且呢 而且利率呢 其实purchase contract 的利率的话呢 其实都还是蛮好的 比如说你像 你像 呃 如果你20%首付 51万以下的呢 呃 以下的在反正 基本利率都可以做到 三或者甚至更低啊 如果你 如果你是这种 high balance 可能就是up to 76万5 的话呢 我们也都是可以 你20%首付的话 基本上也都是可以做到 像 比如说3.5啊 而且是30年固定的 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利率 另外呢 呃 就是不需要appraisal report啊 是 是这样的 像我 我刚刚在做一个 就是purchase 25%首付的一个 他就是不需要appraisal 不需要appraisal 对 哦 这样子 这个lender也肯啊 呃 是 因为这种 呃 我们都是用 就是有一个叫 自动 自动underwriting的system 然后这个system 告诉我们说 你这个不需要做appraisal 我们就 呃 就可以不做appraisal 其实他 他这个系统也主要就是 分析客人的各种各 各种方面的情况啊 他觉得你比较 然后呢 呃 那个房子也有可能在他们的系统里面 所以这种情况就不需要做appraisal 值得尝试 是 好的 所以其实现在 现在还是一个非常 呃 就是说对于buyer来讲 也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然后 房价呢 也嗯 就是说 现在至少没有看到分涨 嗯 还有呢 现在的利息利率呢 也比较也比较也比较低 所以也 也还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去 买一个买 买资助房啊 或者甚至买投资房啊 也都还好 是好 这样 那现在在这种环境之下 因为政府都出台 并且 啊 lender啊 也都主动的都是普遍的用email 还有各种方法 跟很多人都在联络说 如果您在贷款上面有什么的问题 或者有difficulty的话 千万要主动联系我们 哎 这种情况也是以前文所未文的 那呃 对于这方面您的想法 对于我们作为一个单纯的消费者来讲 有什么提醒 嗯 嗯 如果 这只是严付不是不付 嗯 如果你没有必要的话 你就不要去做 为什么 因为呢 如果你申请了这个贷款严付呢 虽然你的信用根据不会受影响 但是你这个申请严付的记录 就不会在你的信用报告上 哦 跟着自己的credit report走 没错 如果你有计划买房 呃 贷款买房 或者你有计划去refinance 如果你的信用报告上有这个的话 一方就不会贷给你 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也不会 也不会 也不会 也不会把这个 也不会给客人贷款了 哦 所以这个不良记录 千万不要以身是法 对 就是不到 那除非你是万不得已 你就不要去申请这个贷款年付 哦 这个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的比较 不要 不要那个 呃 减了芝麻丢了西瓜了 明白明白你的意思了 嗯 好 那利率如果 可以做refinance 做的比现在的还要低 一定要马上做 不要等到利率 认为未来还会再低 因为未来是不可确定的 是uncertain的 此话怎讲 嗯 是这样 就是说有很多客人就觉得 哦 利率还会再低 我要等一等 但是呢 实际上呢 嗯 未来真的就像你说的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呢 如果你的 我都建议我的客人 你如果利率可以做低呢 那你就做低 然后你把利率先做下来 然后你再去等利率 不要你手里拿着一个高利率 然后去等一个低利率 嗯 那个没有意义哈 你只要把利率拿到手了 那才是你的利率 你这样的话你等 然后通常的话 你做一个refinance 你六个月以后 你就又可以做refinance 如果利率走低的话呢 你就可以再去做 这样的话呢 你的利率就就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这样的话 你就是什么时候都享受到那个低利率呢 如果你等利率 通常很多人都是利率低的 觉得他他 如果你等利率的话 你还 你还会觉得利率再低 然后如果利率高的话 你就觉得啊 利率还会 还会回去 但是这个低利率 你永远都拿不到 嗯 好 这样嘛 是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的联络电话是408-858-3198 408-858-3198 感谢你John 谢谢你 谢谢 好的 拜拜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我是周乐 祝您晚安 明晚七点再见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提唱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贝恩广播网 带来生命的答案 心灵的安慰 今天 祝福你得到应许和医治的经文是 真言四章二十三节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医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真言四章二十三节 才会变成了 这一切 你也做得更好 你不仅逝了 你良心的临殖 你不仅适应